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周末這兩天呢 封面通過 不過現在已經告一段落了 封面主要的雲系呢 都東移出去了 改為偏東北風 所以有一點涼涼的感覺 尤其是北部 還有東半部的朋友 稍微留意一下 那中南部呢 還是有陽光出現啦 那這次呢 降雨主要是以這個 彰化以北 所以對於我們各地來說的話 尤其是中南部 還是要注意結尾用水 因為雨還不夠多啦 除非是每個禮拜 都下一直下一直下 持續的下才有用 但是現在還是 杯水車薪啦 一點點到桃園可能有一點用 大致上呢 一二三 都還是東北風 到了禮拜四開始 改為吹東風 然後接下來呢 到了周末的時候 可能又有東北風又再來 所以最近呢就是春天 小朋友一樣 孩子面 說變就變 還是我們會幫大家注意 中國大陸的南邊 還是有擾洞 因為這個時候呢 這邊其實都還有一些 中小尺度的系統 在這邊發展起來 還是不時有機會會移入 有時候這個預測上呢 只能用監控的方式來看 所以請大家呢 每天都要看我們的氣象喔 所以這幾天呢 東北部呢 迎風面 改為迎風面的鎮雨 東北風的天氣 花蓮還有這個新北基隆 還有台北市的部分的靠山區 有時候早晚陰塵偶飄雨啦 中南部都很穩定 那離一二很像 然後接下來禮拜三呢 慢慢改為吹東風 等於是只剩下宜蘭這邊 然後禮拜四呢就改為吹東風的水氣也明顯的減少 所以大致上呢最近的溫度在北部開始要回升了齁 但是每天一點點一點點齁 北部呢就是 多雲道勤 多雲的道勤啦 但是多雲的時間會比較多 到了禮拜四禮拜五 陽光會比較多會回溫 但是周末又有一波東北風可能會再接近 然後中部呢就相對的比較穩定齁 北部跟東半部天氣比較像 那這個中部呢就很穩定 南部呢更穩定 20到21度 到26到27度 所以南北天氣真的很差 所以請大家呢 真的要大力的結尾用水 因為最近呢其實 還是東北風的天氣 對於中南部本來就是沽水期 所以雨量呢 真的顯著的偏少很多 然後整個明天呢 但其實大致上北部還是比較陰沉 北部跟東半部 整個 中南部呢相對的還是蠻晴朗的 要越往南要注意一下空氣品質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喔 雨是緩和 轉東北風的天氣 北東轉涼 迎風沒有偶震雨 持續比較涼 到下禮拜三 請大家大力的結尾用水 要一起來渡過這個南關